美奥利 中华好声音 澳洲好如瓶 我爱美奥利 正宗好奶粉 正宗好声音 大家好 这里是由澳洲著名乳制品品牌 美奥利独家冠名的 美奥利澳洲中华好声音 我是韩如瓶 同时我们要感谢一下我们的赞助商 澳洲著名百年乳品企业 澳天利乳品公司的荣誉品牌 美奥利独家冠名赞助播出 澳天利公司旗下拥有 美奥利 金奥利 澳天利三大乳制品品牌 自从2011年起 与摩尔本著名企业奥华集团合作 开拓中国市场 2012年初 奥华集团成功收购 美奥利 金奥利 澳天利三大品牌 中国附加经营权 旗本期 奥华集团是 摩尔本著名多元化 国际化投资性企业 业务涉及投资教育乳品制造 医疗器械 国际贸易移民等 旗下拥有澳华投资 澳教集团 澳天利乳品销售 澳十瑞灭卷仪器 澳华移民 香港澳华国际贸易 上海澳天利 江苏澳天利等公司 澳华商有请下一组选手 他们是丁铁男 杨吉 有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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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音乐香啊 让我哭了 心已丢了 为我照顾 音乐香啊 让我哭了 心已丢了 还会痛吗 音乐香啊 让我哭了 音乐香啊 让我哭了 心已丢了 还会痛吗 音乐香啊 让我哭了 心已丢了 还会痛吗 音乐香啊 让我哭了 音乐香啊 让我哭了 还会痛吗 音乐香啊 让我哭了 让我哭了 语风老师 我们点评一下 男生的声音也非常的有磁性 杨极呢 声音也很美 所以您的选择会是 中间呢 可能男生的表现呢 可能要完整一点 杨极 我看他手一直在发抖 所以您的选择会是 偏向 我可能偏向他一些 偏向丁铁男 这个歌我不知道怎么选的 杨极吃大亏 这个基本表现在男孩身上 这个男孩的声音呢 也出来了 感情也出来了 杨极呢 就显得他是配角 这个他吃亏了 实际杨极呢 你听他的高音呢 他的机组要远远胜于男孩 就现场今天的表现来 对对 这是我的判断 如果要是说 在这好声音里头呢 就这首歌来讲 男孩优势 但是要想走长远 我认为杨极走这个长远 好 杨极呢 她是一个很漂亮的女高音 但是我觉得她 她应该把她的路要再拓宽一些 那么 而且呢 她很知道自己的不足在什么地方 她需要补充哪些东西 那么 可能我觉得这个 对于我来说 我是想给她一个挑战 那么 而且呢 我也想让杨极知道 就是一首歌不光有高音 你的钟声去你的各方面 都要稳定 你才会成为一个比较好的歌手 所以呢 我当时我才比较坚持的 没有把我们组的两个美声的选手 放到一起去做评判 我觉得 要在这场比赛里面 我们要看谁的声音会走得更远 所以呢 你就要从各方面的素质来考虑 来考量 就今天的表现来说呢 实际上今天杨极已经比上一次呢 进步很多了 那么 整体的完整性来说 都是比较好的 那么 丁铁南呢 一直都是一个非常勤奋 老老实实唱歌 有的时候我说她都有一点太老实了 嗯 嗯 那么 就今天的表现来说呢 我可能更喜欢丁铁南的表演 来问一下杨极 有没有什么话想对我们导师 和观众说 嗯 首先我谢谢汪玲玲老师 这段时间对我的鼓励和指导 嗯 今天这个结果 其实我自己早就有预想到的 嗯 有预计到的 因为本来唱风俗就 不是我的强项 这首歌我确实已经尽力去表现了 但是 可能 唱风俗方面 我真的不是特别的 有自信 不是我自己比较擅长的那个部分 所以 但是我觉得我尽力了 我虽败有容 谢谢 这首歌叫《冬天来了》 我想送你的是 冬天来了 春天还会远吗 不远了 谢谢 好 谢谢 有些贸易吧 谢谢 � Klär